各位早晨,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日 首先看上星期五美股的走势 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五都是暴跌 当中,纳指更加以前最低位收市跌255点 三大指数的跌幅介乎0.3至0.9%之间 暂时跌幅不算很大 主要都是忧虑全球经济放缓 英国的脱钩亦再有变数,令市场风险增加 至于港股方面,今天算是平开 暂时在升跌之间徘徊 今天开市位是26715点 早前试过27000点阻力,未能突破 但暂时投资者不需要太担心 暂时指数方面的部署,我不会建议 至于过股的话,今天可以留意 第二,有几只紧接纳入港股通的股份 有百威亚太,今天纳入 另外还有美团和小米 亦会在10月28日纳入港股通 看看会否在入北水前,会有资金曾经炒作 看到三只股份,今天表现都不错 不过如果要选择 我都会宁愿选强势的美团和百威 小米始终沉抵一段时间的股份 上方会有很多阻力和蟹货等着走